颱風山陀兒還在打轉 北台灣雖然還沒有出現明顯的雨勢 但是可以感受到一陣陣的風勢 雙北市這兩天最大的陣風來到八級 新北市淡水游女騎士 騎到路口機車直接被吹倒 而新店的鐵捲門也被強風吹到了變形 另外還有行人經過台北車站附近 帽子也差點飛走 女騎士打方向燈準備要左轉 瞬間風勢突然變好大 連裙子都差點被吹先 更慘的還在後頭 搖搖晃晃用腳墊了好幾下想穩住 下一秒機車直接慘摔 還好女騎士反應快沒有跟著倒地 後方車輛也緊急煞停下車幫忙 意外發生在1號早上8點多 新北市淡水新市三路上 颱風外圍寒流帶來強勁震風 淡水側站最高來到八級 不僅路上危險 捷運沾入口也遭殃 鐵捲門像是被揍了一拳凹了進去 捷運新電站北一路路口 一號一大早鐵門就被強風吹到變形 讓敢搭車的民眾好傻眼 北街公司也回應 原來是開門開到一半 瞬間震風太大才會導致門片脫軌 緊急聯繫廠商來修繩 但就怕不小心旅客受傷 因此只好預防性關閉 市區震風一樣強勁 2號上午讓許多路人都可以感受到 經過台北車站附近頭髮飛散 恐怕都得用手壓著帽子 才不會被吹走 現在有一點 橋上的時候比較大一點 雖然雙北地區還沒有出現明顯雨勢 但平地最高陣風已經達到7至8級 提醒民眾出門一定要當心 記得綜合報導